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袁国强说 这一宗是首宗港区国安法案件 聘用海外大律师 强调国安法的独特性 应该凌嫁公众对公平审讯认知等的 公众利益考虑因素之上 港区国安法是独特的法例 每个国家制定的国安法 重要元素都有分别 天武云没有处理港区国安法的经验 也没有相关专业知识和重变经验 不会为案件带来显著贡献 代表天武云的资深大律师 彭耀雄就反驳说 本港秉行一国两制 律政师不应该只顾中国法制 而忽视香港法制 强调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 都是中国和香港两个制度确认的法律 同样有独特性 海外大律师可以对一国两制下的案件 向本港法庭提供协助 彭耀雄又说 律政师应该提出四个下级法院法官 有什么决定出错 而不是提出一些之前没有提出过的论据 更何况他们在法律上都没有出错 认为中院凭这一点就应该拒绝今次的申请 中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说 高等法院原仲庭和上诉庭 已经考虑到申请海外大律师来香港的准则 仍然表明他们应该加入案件 有助港区国安法法理学等的发展 常任法官李仪就说 律政师希望一刀切 全面禁止海外大律师参与这一类案件 但是没有详述有什么特殊情况需要处理 也都没有鲜明举证的责任 又引述上诉庭判辞说 如果由上诉庭审理最初的申请 也都会作同样批准 终审法院听取双方陈词之后 押后裁决 不给予黎智英涉及国安法的案件 下个星期四开审 终审法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 担保书免判辞 律政师说如果法庭最终批出许可 希望聆讯下个星期四前尽快处理 否则就建议押后黎智英案开审 中央也都说不希望押后案件开审日期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不道 几场国际篮球赛事播放或标示国歌出错 政府说暂时没有证据证明 是刻意出错或者有政治目的 也都就Google搜寻结果显示不正确资讯 提出严证教示 港业企奥委会说 如果教练或者领队等不跟从新指引 可以考虑解药 政务司司长曾获基说 目前为止 当局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事件是刻意出错 或者有政治目的 因为南韩人专站赛事 涉事职员和香港没有联系 包括没有来香港读书 也没有香港朋友 从他的电脑和电话通讯记录 没有发现他讨论过相关事件 相信港协企奥委会最新发出的 国歌和声挂驱骑指引可以避免出错 而非惩罚运动员 当中联名若果发现赛事播放国歌有出错的情况 领队需要即时带领队员以T手势示意反对 要求暂停活动和立即跟证 若果有人不遵从指引 会按级别和严重性作出惩处 受勤教练或者有机会解释合约 香港计划会如果他的管理层 是做不足事 他说若果主办单位办事不力 和做事不跟程序 也会向国际总会 甚至奥林匹克委员会投诉 希望制裁对方 或者停办国际赛事一段时间 现在在网上搜索香港国歌等等 结果仍然有被指和港独相关的歌曲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说 局长孙东星期一已经会见搜寻服务供应商 Google亚太区高层 就部分搜寻结果显示不正确的网上资讯 提出严正交涉 并书面要求Google将正确的资讯 在搜寻结果置顶 各方引述Google说 已经确认收到相关书面要求 并作出跟进 无线电视机载一等结认不到 天星小轮申请加价一倍 小轮公司说 明白公众对家福感到惊讶 但是都是迫不得已 搭公共交通工具过海 最便宜的天星小轮申请加价一倍 平日成人加至6.4 长者也不再免费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 有议员担心加价令乘客量更少 为了解决一时的经济上的困难 去饮毒酒 其实很大机会是会搞死天星小轮 自己本身的营运 坐得天星小轮的都是一些 叫做有时间 休闲式 甚至乎旅客的 所以你加到这么贵 它会不会再坐呢 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 今次的加价实在是逼不得已的 因为本身公司的负责 去到一个地步 也都见不到一个盡头的 每个礼拜都还在燃烧一百万的现金 所以我们都对于今次的加福 对有关公众的 有点点觉得惊讶的话 我们都真是不好意思 政府早前已经将湾仔和尖沙咀码头 中环七号码头 以及连接大楼交给天星小轮管理 并准许去批出商业 广告的特许经营团等 赚取非票无收入补贴 有议员促请再增加码头的商业成份 是时候是要将定位 去到一个以旅游为主的定位 例如在上面有多些的餐饮 商业面积的营运的话 我相信要维持健康的发展 是有这个能力的 希望用一些商务的组合 就引多些人去码头 上面就会搭船 我们都跟很多不同的机构 在研究中做多一些 在码头和我们的船只 举办多些活动 是吸引回另外一方面的体验 运输及文楼局就说 同意天星小轮是香港的标志 将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商讨应对措施 无线电视机者叶子华报道 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 向运输署申请加价 主方说如果业界 已经就调整收费取得共识 并联储提交申请 政府说会按机制处理 的士小巴商总会 提出两个加价方案 包括建议市区的士 分别在明年和后年 落期加3元 第二个方案是 明年第一或者第二季加6元 即是由现时起标价27元 加到33元 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说 有关加价建议 获19个的士团体支持 占总体市区的士团体超过6成 又说行内司机流失 希望在加价之后 可以吸纳新人入行 希望调整收费 令到吸引多些新人入行 帮到手 要不然补充不了我们 年纪人口老化 和收入不多 一个行业想有良好的发展 一定是缺人工 越来越少人做你这一行的话 就代表你的收入不好 一定是这样 如果行业收入好的话 很多人欠着做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 讨论港铁票价调整机制 有议员提出应该将服务表现 和加价挂钩 并设高层问责机制 港铁可加可减票价调整机制 正进行每五年一次的检讨 预料春年首季完成 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 有议员关注近期港铁事故频生 应该将服务表现和票价调整挂钩 上次全弯线坏了整天 你这些是否可以加入服务表现里面 加价机制里面 是否可以一年里面坏十次 明年就不要加价 有重大事故的时候 明年不准加价 是否可以有意外 高层要承担 高层要扣花红 在维修或者资产更新方面 港铁是绝对每年 只是会有加无减的 其实以前我们说的每年 在维修保养和资产更新四十几亿 但最近是每年一百亿 有议员就认为 票价机制应该连同港铁的物业盈利 一起计算 对于现时机制下港铁票价加幅有封顶 令实际未加的幅度会累积并延后处理 有议员就要求为此设年限 例如滚泉一两年 仍然未能按机制加价就要取消 无线电视记者叶史华报道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个别发展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连升第三个交易日 纳斯特克指数就下跌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市部34347点 升152点 标准普2500指数部4026点 跌1点 美股在感恩节假期之后服市 一个交易日只有半日市 投资者普遍观望 踏入年底销售黄金档期 零售业的表现 开市导致升18点 其后升幅逐渐扩大 上午后段升192点 收市升152点 感恩节的第二日 黑色星期五购物日 在恶劣天气影响下 商店外排队的顾客不多 多价大型零售商股价下跌 其他消息 开始航班升降 熟集运作4个多月的机场第三跑道 正式投入服务 现时每日平均有约140班机使用 机管局预计 整个三跑道系统能够预期在后年落成 自7月初开始已经被飞机升降 至今一共11000班机用过的 机场第三跑道正式投入服务 3 2 1 公开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正式啟用 机管局说三跑的建造过程充满困难 正式啟用代表香港重新啟程 我们现在已经很有信心 整个计划可以在2024年完成 就是象征着香港经济重新起飞的跑道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明天会更好 现在机场三跑仍然看到进行各式各样的工程 这个临时的机场控制塔 大概在两年之后就会搬到那边 成为正式的三跑控制塔 配合三跑系统 机场的新大脑 新一代中央控制中心 6月开始已经启用 相比旧有的中心 这里可以容纳多一倍的工作人员 三十几个电脑系统 连接机场几千个镜头 24小时监察 飞机的滑行状况 行李输送有没有延误 客运大楼哪里人多击碧 都可以即时知道 最新也包括全球首创 用雷达配合影像分析和讯号征测 检测机场在5公里之内 是不是有无人机飞勤 整个三跑道系统 耗资1,415亿 在2016年动工 剩下的工程包括 重建2号客运大楼 起身的旅客接运同行李处理系统 和起身的客运囊等等 无线电视机者中策期报道 安务院舍人手严重不足 政府计划明年放宽 容许各类院舍输入外劳 担任护理员 但其实政府7年前推出计划 吸引年轻人入行 但未能够解决人手放 本身做文职的郑凯欣 去年参加青年护理服务啟行计划 一路上堂 一路是一间安务院做保健员 他觉得做事很开心 看到这些院有开心的时候 自己都有很大的成功感 所以我觉得将来读完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暂时都应该会继续留在这个护理行业 可能在当中都会继续增值自己 但是最初和郑凯欣同班的5、60个同学 第二年已经流失一半 成帝的学员不少都计划毕业后去进修 可能是去了读护理 可能是读护士或护士科程 但是因为鉴于这个行业 都可能是一些建务性工作多的 所以很多同学可能都未必 觉得适合自己 未必适合自己的 所以都可能有其他打算 私人院社新入职护理员和保健员 工时可能长达12个小时 但是起身得一万元左右 有立法会议员说 很难吸引人入行 所以在护老、安老院舍里面 他们的工作量 要体力劳动 有时是真的需要做一些厌护性的工作 万一、万二元这个入职水平 其实吸引不了本地劳工 去加入这个行列 本地请人难 政府计划放宽所有类别院社 输入外地劳工担任护理员 安老业界欢迎做法 新加坡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它就将一些相对比较好的职位 留给新加坡人 而一些比较基层的工作 他们就透过输入劳工去填补 他说政府提出五年内 要增加两成安老资助缩位等 都涉及额外人手 需要尽快吸入身血 无线电视机者借着情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古巴国家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会谈 习近平说 中方将会继续坚定支持古巴 迪亚斯卡内尔就说 古巴高度重视对话关系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欢迎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和夫人灰斯塔 迪亚斯卡内尔国事访问为期三日 天安门广场明放21响礼炮 两国元首检阅解放军仪仗队 今次是中共二十大之后 首位访华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元首 古巴过去六十年来面对美国的制裁 习近平表明中方将会继续坚定支持古巴 捍卫国家主权 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 习近平又说中方高度重视中拉关系发展 中方愿意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更好地造福中拉人民 迪亚斯卡内尔就强调发展对华关系 是古巴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古巴将以中国为样板 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 他又重申 古巴坚定确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两国元首在会谈之后 共同见证签处有关共建一带一路 外交部、初商机制等的双边文件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道 英国外上期占名到访乌克兰 承诺提供价值5000万英镑的防空设备 另外,俄乌双方在国交换50个战夫 自战事爆发以来 累计交换战夫超过1000人 俄乌战事持续超过9个月 英国外上期占名到访乌克兰首都基库 同总统达连斯基和外长傅列巴回眠 今次行程距离英国首相三位成访问 乌克兰之后不够一个星期 事前并没有对外公布 已交换新一批战夫 各自交换大约50人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片段 说黄色的战夫已经抵达莫斯科机场 双方至今已经累计交换超过1000个战夫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戴以赫发表声明说 当局初步分析 早前一条怀尼乌军处决俄决俄军战夫的片段 认为片段很大可能属实 又说俄乌双方都存在虐待战夫的行为 呼吁两国对军队发出清晰指示 列明如何对待战夫的指引 另外,早前有相信 来自乌克兰的防空导弹落入波兰境内 导致平民死亡之后 德国向波兰提供外国者防空系统 但是波兰建议德国将外国者系统转赠给乌克兰 不过德国认为 它的防空系统只是用来保护北约领土 如果在北约以外的范围使用 就应该先同成员国和盟友讨论 各方未能达成共识 北约比书长斯托奇腾·贝格说 对于有关武器的特定用途 应该由相关国家自行决定 被问到向乌克兰提供外国者系统 会不会令到北约加入俄乌战士 他就说盟友只是为乌克兰提供武器 并不是派遣北约人员前往 他又强调 无论战士持续多久 北约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抗俄 无线电视记者曼西信报导 印尼西爪哇日前发生的5.6级浅层地震 越南人数增至310人 仍然有至少24人失踪 在镇央附近的展玉镇清真自受损 加上对地震仍然有余悔 几百个穆斯林星期五在室外场地讨告 地震过了四天 救援人员说找到生还者的希望渺望 不过当局强调会在着手重建之前 继续搜寻失踪者 又将食物等物资送到过百个庇护中心 今次地震造成最少五万六千间房屋 和几百间公共建筑备位 包括超过三百间学校 欢迎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我是陈雨桥 美国股市各别发展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连升第三个交易日 标准普宜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就下跌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三万四千三百四十七点 升一百五十二点 标准普宜500指数报四千零二十六点跌一点 美股在感恩节假期后复市 这个交易日只有半日市 投资者普遍观望踏入年底销售黄金档期零售业的表现 开始导致升十八点 期后升幅逐渐扩大 上午后断升一百九十二点 收市升一百五十二点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公用股等防御性股份表现比较好 感恩节的第二天 黑色星期五的旧物日在恶劣天气影响下 商店外排队顾客不多 多加大型零售商股价下跌 纳斯特克指数收市报一万一千二百二十六点 跌五十八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五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靠稳 其中英国股市 受能源股同防御性股份买本支持 升到8月23日以来的最高 英国富士一百指数升二十点 法国CAC指数升五点 德国DEX指数升一点 三项指数都是年升第四日 德国经济上季加快增长 表现好过原先估计 主要受消费开支大动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中值数字 当地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 按季比较数字有升百分之零点三 向上修定为升百分之零点四 是连续第三季上升 较第二季升幅高零点三个百分点 市场就预期升百分之零点三 市场普遍预期 德国经济这个季和明年第一季都会收缩 陷入技术性衰退 但也有经济师认为 当地经济本季可能会继续增长 德国政府估计 经济今年增长百分之1.4 下年收缩百分之零点四 美团第三季出乎意料转规位形 有纯利12亿2千万元人民币 经调整纯利有35亿2千万元人民币 收入有超过626亿元 外年比较升两成八 核心本地商业分部收入有463亿元 外年比较增长两成四 新业务分部收入有162亿元 增长近四成 主要受委于商品零售业务扩张 对于腾讯较早时宣布 以实物分派方式派发美团持股 美团说将会与腾讯维持 互卫共赢的商业合作关系 并延续现有的战略合作协议 多谢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再会 大家好,我是陈雨桥 一个女人针灸之后呼吸困难 之后因为气凶死亡 被控未经注册作中医执业的男人改控誤杀 下个星期一提堂 前年12月10号 55岁女人在感尚路住所呼吸困难 清醒送去宝爱医院同晚死亡 元朗警区重案组调查发现 女事主入院前曾经在住所 接受现年74岁男被告 中医侵救和诊疗 男子前年被控未经注册作中医执业 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期后发现 女死者身前曾经接受 男被告7次中医针灸和诊疗 验尸结果显示 在背部酸透性刺伤 导致气凶致死 男被告被改控一行误杀 同7号未经注册作中医执业 下星期一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由中医说 针灸属于入侵人体治疗 一般情况 胸、腹、背部 有较多要审慎留意的月位 若果施针手法有误 容易导致气胸或者流血不止 其实我们背部都有很多危险的月位 我们都很省省地用用 我们会留意进针的角度 和进针进它的深度 一般类似来说 0.5吋到0.8 或者1吋的考虑的范围 可以是平次或者斜次 如果是找一个不熟悉人体学的人士 去进行针灸的话 这个一定是高风险的 他说针灸应该由表列中医 或者注册中医进行 母线电视机11等结认不到 儿童医院一个四个月大的女婴 幻想罕见扩张性心肌病变 心脏严重衰竭 阮方说需要心脏移植 但要找到合适的心脏并不容易 四个月大的紫离 八月底食欲不振 肚石到9月初情况突然转叉 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求医 期间曾经出现休克 最终证实幻想扩张性心肌病变 一年只得一至两宗的个案 慈禧亦都因病导致心脏严重衰弱 同日转送到儿童医院心切治疗部 接受药物和强心剂之后 9月中转为稳定 大出院10日之后又再入院 心脏衰弱越来越严重 左心室没办法有效地供血 需要靠呼吸机协助呼吸 儿童医院上个月中为止息 做肺动物奔扎手术 但到现在病情仍然未有好转 医生说唯一的方法是心脏移植 我真的觉得他很勇敢和很努力 我知道他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BB 如果他都不放弃的话 我们都不会放弃 远方说现在最难的是找到合适的心脏 捐赠者需要符合多个的条件 包括证实脑干死亡 未有患扩散性癌症 例如血癌 或者不受控制的感染 慈禧是欧加血型 但由于年纪小 免疫系统未成熟 所有任何血型的心脏都适合 如果有市民希望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 可以联络任何一间医院 就会随即转介给儿童医院 然后再审视是否适合捐赠 母线电视机长一谭 荣熙报道 已经停运的612人导支援基金 陈日军 吴靠仪等五个信托人 连同基金秘书 违反社团条例裁定罪成 罚款2500至4000元 裁判官裁决的时候说 如果有共同宗旨而建立 会接触公众的团体都属于社团 吴靠仪说 在决涉及结社自由 会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六个被告立法会前议员 吴靠仪、何秀兰 歌手何云思、学者许宝强 天主教香港教区荣邮主教陈日军书记 以及基金秘书施承威 被控在2019年7月到去年10月 作为612人导支援基金干事 无为基金申请或者豁免注册 西九龙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 严讯而裁决的时候说 社团条例适宜简短 只是适用于一人以上组织 出发点是加强管制 保障治安 认为有共同宗旨而建立 会接触公众 又和政治组织有联系的团体 都属于社团 而社团里面成员 必然有相互权利和义务 但是家庭组织 朋友聚合就不受其所限 基金在2019年6月12日 立法会被包围 多人被捕之后成立 一众被告有共同目标宗旨 向反修例抗争者提供支援 当中不可以对外港税运作模式 和政治理念 各人也透过公信力筹款 又会举行信托人会议 并且签订信托契约 又中人决定如何用钱 认为社团条例适用于基金 需要在成立一个月之内提出申请 和提交相关资料 除非申请人已经尽力 遇上未能控制的情况 未能申请 就可以有免责辩护 否则每个干事都有责任 在法定时限之内为基金注册 但他一直运作到2021年10月31日 都没有向当局注册 主任裁判官又认为 陈日君、许宝强、何秀兰和何韻思 属于推动运作的重要决策人 相等于副会长 而吳靠仪参与较多是主要发言人 可以视为会长 又说吳靠仪秘书施承威 是合约承包商提供服务 因为他有份讨论决策 所以裁定一众被告同属社团成员和干事 裁定6个人罪名成立 5个信托人各罚款4000元 避书施承威罚2500元 这种案件涉及的是 社团条例五私条 初犯最高可以罚款1万元 这件官司不只是为我们几个被告人去打 因为其实在香港来说 不注册的社团是第一宗的官司 所以这个官司的结果 是关乎社会很多其他人或者团体 也都是对于香港社团条例 对于香港人的结社自由 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这件案件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法律问题 他说会研究判辞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612案其中一个被告陈日军 强调案件和宗教自由无关 不认为香港宗教自由受到损害 天主教香港教区荣誉主教陈日军书基 在庭外见记者的时候 主动提到案件和宗教自由无关 我希望这件事不要跟我们宗教自由拉上关系 因为我看到外国很多人说 哎呀 陈朱基彼了 那不关事的 我就是这个基金会的一分子 我们香港到现在我没见到宗教自由有什么损害 所以请大家报告那件事不要太强调我的宗教身份 陈日军等612基金多个信托人 5月被警方拘捕的时候 是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当时梵蒂江教廷和天主教香港教区 都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而美国和英国就说事件不可接受 批评做法是压制异己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反驳 说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 外国无权干涉 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 警方是按证据办事 刚刚当选行政长官的李家超 也都说就算是有特别背景的人 如果犯法也都必须依法处理 警方调查之后 落案起数6个人违反社团条例 据了解各人涉及港区国安法的案件 仍然调查中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批准合资格私家车 在港珠澳大桥港车北上 不设配额计划下的海关免担保政策 在海关免担保政策下 可以被参与港车北上计划的香港私家车 无需向内地海关申报 缴付关税或者办理担保安排 简快有关的申请程序和降低手续费用 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 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广东省政府 和内地相关当局 敲定港车北上计划的实施细节 视乎两地疫情防控等因素 争取尽快公布详情和实施时间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李新 他说和多个党派结盟 联合政府获最少三分二国会议员支持 安华强调政府首要工作是减轻人民负担 又说会为内阁受伸 宣誓就任第二天 马来西亚新首相安华 到访行政首都布城的清真寺 受到民众欢迎 他同日回到办公室离身 处理筹组新政府等的工作 安华说已经和前首相伊斯迈尔 所属毛统主导的国民阵线 以及其他较小的政党结盟 组成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阵营在国会 获得超过三分二议员支持 超过修宪所需门纳 相信有利他今后的施政 面对国家严峻经济问题 安华透露他的施政大计 首要工作是解决民生议题 他说短期之内会和相关部门开会 商讨解决高通涨和高生活开支 减轻人民负担 他又说自己会带头减薪 并且要求内阁成员接受减薪建议 安华曾经批评内阁部长人数多达70人 每人月薪7万零吉 折合超过12万港元 他表明会精简内阁规模 以及尽快公布内阁名单 最高元首阿卜杜拉早前说 希望新首相建立包容政府 安华说准备好接受其他党派加入政府 早前质言安华 美国国会广泛支持的前首相毛希丁 也一改后风 公顾安华出任首相之余 又说他领导的国民联盟 会在新政府扮演监督和制行角色 无线电视机仔杨杰杰尔报导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